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会发现好像 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如果一个男生 几乎每天都在给你发信息就证明他对你是有意思的 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他不喜欢我 他对我没意思的话他为什么还要花时间跟我发信息呢 对吧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今天会具体跟大家来聊一下在哪些情况下 其实他即使他非常经常的跟你发信息 并不代表着他想跟你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以及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 好吧 当然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其实主要的针对的是女性观众 因为我觉得相对于女人来说 男人在发信息中的状态以及反应是更好去理解和分析的 但女人在信就是回信息上真的还是挺复杂的 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还是针对的是女性观众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情况下 这个男的一直在跟你发信息 其实他对你根本就没有意思 或者他对你根本没有一个想法说 想要和你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 好吗 那在正式开始聊这个话题之前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这个电影里其实有一个最精髓的核心的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一个男人想要见你想要约你 他就会主动说 他就会告诉你 没有这么多所谓的借口 什么他忙啊 或者他害羞啊 他怕被拒绝啊 或者他刚刚结束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情感啊 就全都是借口 这个观念也是我一直觉得 说的非常对的一个点啊 就是如果一个男的真正想要约你的话 不存在这么多借口 他就是会直接约你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 有四个迹象来告诉你说 即使这个男人一直在跟你发信息 但是他并不想和你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好吗 那第一个sign就是你们可能几乎每天都会发信息 但是只要一聊到比如说要出来见面啊 或者是聊到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 或者是跟你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他可能会委婉的拒绝跟你的见面 或者是突然态度会变冷淡 或者就是就是你能感觉得到 当你感受到他态度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那你可能慢慢的也会觉得 可能他不想跟我见面或怎样吧 你就对他也有了一些冷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人他突然又开始主动让你聊天了 就是你明白了就这种状态 其实说白简单说就是 这个男的对你就是会火冷火热 他对于你态度冷淡的前提 就是当你们聊到一些现实的东西 聊到跟你们关系相关的一些话题 甚至聊到要见面的时候 他的态度就冷淡了 那当他什么时候态度又热回来 那就是当他感觉到你的态度冷淡的时候 他的态度就会又反而又会变成那个chasing 就变成那个追逐你那个人 那就是你们之前忽冷忽热的这个状态会一直去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 就我会想说他其实不会想跟你有一个 所谓你想要的那种认真关系的发展 因为首先就是很明显的一个sign in 就是当你跟大家说想要见面 或者当提到一些关于见面的一些话题的时候 他是拒绝的说白了吧 那他就说明他不想见你嘛 他都不想见你 那何来的时候想跟你发展一段认真关系 或者是跟你有继续后续的一个什么发展的 对吧 再其次就是他对你忽冷忽热的这个态度 只能说明一个点是什么呀 就是他需要你去满足他的ego 就首先啊 在我看来 如果这个男的跟你见过一两次面 但是后续可能就没有一个进一步发展了 但是还会和你保持一个信息沟通的话 首先就是说明你不差 你在他眼里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且他明显感觉到你对他是有足够好感的的时候 他其实是需要你来满足他的ego 就首先你不差嘛 然后他又觉得 这女的又喜欢我 那我跟他聊天其实是能满足他自己内心的一部分 你明白吗 就是等于他跟你保持联系 其实是能变相去证明他自己是还有一些吸引力的 会去进行这部分的一个自我满足感 所以他会对你忽冷忽热 就是当你冷冷却的时候 他需要去证明自己 他自己是有魅力的 所以他可能稍微再主动找你 你又继续跟他聊天了 就是满足了他的ego你懂吗 就在他看来就是你就是喜欢他的 那他不用热费任何力气的就可以让你跟他继续保持一个沟通的关系 对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迹象 第二个迹象就是刚刚也说了你们其实几乎每天都会聊天嘛 对吧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呢 他经常会 比如说你 你是顺着他的话题去说的 然后当你说完这个东西 你可能要提出另外一个疑问的时候 人家就直接忽略你说的话 然后就去提出另外一个观点 或者重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你懂吗 就这个状态啊 这种行为我就觉得是他完全不在乎你的观点输出 完全不在乎你是怎么想的 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他只是一味的去输出他自己的观点 他想跟你说啥 他就跟你说啥了 他不在乎你的一个感受 更甚至于说他可能就把你当做的一个吐槽对象 他可能就想到一什么东西 憋里巴拉就想跟别人去倾诉 但是他又知道你肯定是那个会第一时间回复他的人 所以他选择跟你说 来吐槽自己的当时的一个情绪而已 但是当你可能去想要说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继续 人家直接就只是在说他自己想说的东西 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私的一个行为吧 就是他不会主动去关心一下你的想法 你的生活 而是只是去输出自己的一个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想说就是 即便这个人他可能会跟你说很多他自己生活中的事情说 甚至说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也并不代表了他喜欢你或者他想跟你干嘛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他只是把你当做了一个所谓的树洞或者是一个垃圾桶吧 就是他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 而你是一个发泄途径的完美人选 因为他知道你喜欢他 所以你肯定会在 然后第三个迹象就是他会回你信息 但是一旦你们聊到了一个他可能不太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跟他没有太多关系的话题的时候 他就会态度比较冷淡 或者他就会回一个哦 甚至就不理你这一种啊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如果他真正对你感兴趣的话 即便聊到了一个他不是很能说的很能聊的 或者很有想法的一个东西 他还是会给你一个回应 且他还是会主动的去开启另外一个新的话题的 因为对于一个对你真正感兴趣的男人来说 他不愿意你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 他是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有一个交流和互动的 你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的跟你聊天 只要聊到他无感的东西 他就直接消失之类的 我真的觉得就没什么必要 再继续对这种人保持好感和继续联系的吧 因为他其实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无聊了打发时间的一个人而已 真的 然后最后一个迹象就是 在你们发信息的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你感受不到这个人对你是有需求的 我指的这个需求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他需要跟你聊天来满足他自己的需求 他不会去想你的需求是什么 可能你的需求就是现在想跟他见一面 但人家就直接主动拒绝你了 就是你感觉不到他对你是有需要的 这是因为很简单嘛 我经历过的一个男生 如果他对你有好感的话 他喜欢你的话 他前期真的是会非常主动的表达 他想见你的这个意愿的 就甚至是他会问你说你这个周末要干嘛 然后你有没有时间见面 就非常主动清晰明了的告诉你 他想要见你 而不是这一种我形容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男生所谓的一些表现 这个很明显就是他不愿意去花更多的时间在你的身上 他只是需要你的存在来满足他的需求 他去吐槽的需求 他去孤单的时候打发时间的时候 想找着聊天的这种需求而已嘛 然后最后的一小点 我是想说有可能是这个人 只有在晚上才会频繁的联系你 那大晚上呢 那不就是两个原因吗 一个就是他晚上空虚寂寞了 一个就是他可能有一些sexual的一些需求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就能懂了 对吧 所以以上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这几个 所谓的science 来告诉你说即使这个男人 他可能在跟你见过一两次面之后 频繁的跟你有一个信息上的互动 但是并不代表着他对你有意思 他想要跟你有一个进一步发展或是怎样 因为我也知道我的女生就是会疑问说 如果他不喜欢我的话 那他为什么还要一直在跟我发信息 但是我真的想说回调信息 发调信息 对一个男人言并不算占多大时间呀 占不了多大时间的 相反就是当涉及到 你们需要见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去逃避掉的话 这才证明他真的不愿意 在你身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呀 你想跟一个人 你回复一个信息才需要多长时间 但是你跟一个人见面沟通 那个才是真正所谓的一个投入啊 如果你现在正在处于这种所谓的 我聊的这些情况下的话 首先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还是挺对这个男人上头的 你需要重新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男人其实并不是看似的 就是每天主能跟你聊天 就是怎样根本对呀 就是也没有啊 希望你自己可以再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个状态吧 OK呀 那其实我今天想聊的已经都聊完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就到这里咯 大家再见